大家好,我是千锋好程序员大数据讲师大海 那么我们今天来学一下Vloom的数据模型 我们先从简单的数据模型说起 因为知识都是用潜入神吧 对吧,那说到数据模型 实际上也就是说我们这里边Agent组织方式 也可以说是Agent内部组织方式 或者是Agent多个Agent的一个组织方式 那么说到数据模型呢 也实际上从最根本身来讲 也就是说数据的一个流转 对吧,也就是它的流转的一个管道 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简单的数据模型 那实际上来讲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东西 对吧,这个东西就称之为一个简单的数据模型 因为从大家这里边我们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sauce呢,从什么 从一个位置去取数据 对吧,我们的一个Agent呢 那配了一个sauce取数据 从websource这里边取数据 取数据呢,将数据留给了 传递给channel 然后channel呢,再将数据呢 传递给sync 然后再用sync呢,将数据传递给 就是存储到外部存储设备 存储到这个hdfs当中 那对于这种呢 就是属于比较简单的一个数据模型了 那实际上来讲的话 任何复杂的数据模型呢 都是从简单的数据模型开始的 所以说我们这里边要先把 简单的这种数据模型 它的配置啊 它的应用啊,了解清楚 那对于这种单个的 对吧,那就是很简单了 那实际上在实际的生产环境当中呢 我们还可能把多个 多个bloom的这种agent呢 串联在一起 也就是我们可以把它是什么 称为符合的这样一个什么 agent flow agent flow 那实际上就是一个流嘛 对吧 那对于这种模型 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在于哪呢 对于这种 我们需要考虑的就是在于哪 在于我们要不要 对吧 要不要去做一些 什么样一个措施呢 做一些失败转移的措施 那什么叫失败转移措施呢 或者说 那为什么要做这种措施呢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那首先啊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整个的 一个数据的流转 那时候数据可能从这里 对吧 留到这里 那再留到这里 对吧 再到下一个阶段 再到下一个阶段 那可能它直接到什么 到达最后 它到外部存储设备 对吧 假如说它 那这里面 它假如说存到我们的 比较熟悉的HDM台上 这个时候啊 一旦我们其中的某一个组件 或者某一个agent 才出现问题 对吧 那假如这个agent就当掉了 那当掉了来解的话 那整个这个连接 整个连接这个列也就断掉了 那这个时候 我们数据 也是我们数据 收集服务就受到了影响 那所以说 那在做这种 多个agent的顺序连接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注意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我们这个数量不宜过多 对吧 因为一旦数据 数据 在这个agent过多的情况下 一旦有一个发生问题 如果不考虑 故障用转移 整个这个 收集服务就会被影响到了 那这是什么 这 实际上这也是数据是吧 这种也属于一种 简单的一种数据模型吧 那 那在简单的数据模型基础之上呢 我们可以有什么 可以有复杂的数据模型 那复杂的数据模型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再可以看一下官网 给我们准备的图 那对于这种来讲的话 实际上会是什么 就是许多的agent呢 汇聚到同一个 对吧 汇聚到同一个 那这种做 这种做法有什么好处呢 对吧 因为你不可能什么 不可能每一个agent呢 都去连接HDFS 第一呢 这种方式呢 对HDFS的压力会很大 第二呢 你 我们要对什么 要对这些 有些数据呢 我们是要进行什么 进行汇总的 对吧 那这些数据进行汇总的 我们不可能在HDFS 去拼接数据去 所以说我们就要把这数据上 把这个数据 在Floom阶段呢 在我们Floom采集阶段 就进行数据汇总 然后呢 统一的去 写出 那也就是说 这种数据模型 实际内容 那我们看一下 那这是不是相当于什么 三个科目端 从三个科目端 再去采集数据啊 那采集数据 A1 A2 A3 在科目台采集数据 然后呢 将这些数据汇联到哪里啊 是不是汇聚到我们的A4上啊 那然后由A4呢 再统一将这个数据写到什么 写到我们的外部存储设备 那这里面实际内容是写到了什么 写到DFS上 那对于这种呢 实际内容也是说 我们做了一个汇聚节点 那实际内容这种汇聚是很常见的 那这里边我们就需要有这样一个思考 什么一个思考呢 那一旦是我们这里的什么 这里的汇聚节点挂掉了 那也是我们整个的收集服务 是不是都要荡掉了 所以说这个节点 这个节点 我们如果是采集节点 多于实态的情况下 我们这个节点一般的情况下会做什么 会做高可用的 那这是这种模型 那实际内容我们一直看的都是什么 我们之前看的这种模型也好 看的什么也好 都是一个A10当中 只有一个tino 或者只有tino sync sauce都是一个 那我们看一下下面这种数据模型 那下面这种数据模型实际内容就是什么 那对于这种数据模型 它就要更复杂一些了 那是这样 这里面是一个什么 一个sauce 那然后一个sauce呢 这里面又定义了什么 定义了多个tino 多一个sync 那然后呢 第一个sync呢 sync到HDMS 第二个sync到sync到sms 第三个呢 它留下了下一集的一个agent 那对于这种 这种模型来讲 那我们首先说实际 那实际内容啊 从sauce到channel 这一部分分流的实际 我们可以就是什么 可以用选择去去做 那么如果我们不配置 不配置的情况下 默认的就是什么 就是复制 也就是说这个数据会发送到 这里面一份 发送到这边一份 发送到这边一份 那三个channel当中数据呢 是相同的 那实际后我们还可以通过 通过这种复分 提供的我们复分的选择器 去将这个数据 发送到三个channel当中 也可以我们自己自定义 自定义这个选择器呢 去做这个事情 所以说那这是另外一种 复杂的这样一种数据模型 另外一种复杂的数据模型 那就是这种 那对于这种数据模型来讲的话 对于这种数据模型来讲的话 那实际上 无论是复杂的也好 简单也好 对吧 那么都要求我们 对这个 整个Floom 它的流转原理 进行有一个深入的了解 对吧 因为你会知道什么 我们什么时候用选择器 什么时候用这个拦解器 对吧 那然后我们这个 是数据被封装成什么 什么 封装成了什么样的一个格式 然后呢 在拦解器 我能做什么操作 在选择器上 我能做哪些功能 所以说 那要学好Floom呢 我们需要更加多的去关注官网 然后呢 根据官网的指导 我们去配置的 我们所要实现的功能 那好 那关于Floom的数据模型呢 我们就继续到这里 谢谢大家